你知道在家好好練習呼吸 就能增加體力嗎? 新冠肺炎 疫情年少 長時間戴口罩的你 是不是覺得呼吸不順 胸口悶悶的呢? 來看看日本胸腔外科醫師 凹重哲迷教你如何 鍛鍊呼吸機加減少感染源吧! 這支影片會教你三種 在家就能做的基本呼吸訓練 讓我們開始吧! 第一種 橫迪呼吸法 如果你發現呼吸和吞咽力量變弱時 最應該學會的就是這個呼吸法 想像自己正在吹橫迪 嘴巴中央微微張開 首先要記得用嘴巴吐氣 每次吐氣在10-15秒之間 把氣吐乾淨 接著用鼻子吸氣 用5-6秒的時間把空氣吸進 然後將吐氣與吸氣 視為一組動作 腳步進行 第二種 橫隔膜呼吸法 這種用鼻子吸氣和呼氣的動作 是最簡單的呼吸方式 是強化肺臟機能 呼吸力的關鍵 首先請輕鬆地坐在椅子上 記得不要駝背 用7-8秒的時間 以鼻子滿滿吐氣 持續徹底吐完 接著用5秒的時間滿滿吸氣 請將吐氣和吸氣兩個步驟 視為一組動作 並交互進行 第三種 骨骨轉動訓練 保持柔軟的肩胛骨 是深呼吸不可或缺的要素 我們把雙手放在鎖骨上 再旋轉雙臂 就能有效地緩和肩胛骨上的肌肉 請先把雙手放在鎖骨上 放鬆雙臂 再以鎖骨為固定點 先往上 橫向上舉外側大範圍的旋轉1-2次 再往內側旋轉1-2次 這組動作持續30秒